沈士君与顾曼珍曾是一对甜蜜恋人 因为一场错综复杂的误会 而阴差阳错地被分开 沈士君不得已与石翠芝结为夫妻 拥有了一儿一女 十四年后的某天 沈士君外出购买家用 却在巷口遇见了昔日恋人顾曼珍 却在巷口遇见了昔日恋人顾曼珍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不知道你在上海啊 我也以为你回南京了 这说起来我们上次见面那还是在 十四年前啊 是啊 已经十四年了 你有孩子了吗 一儿一儿一女正是淘气的年纪 你呢 还没结婚 还是在itor 俩年纪 身都没有人 有一些人 你呢 没有人 我不是'费事' 我不是'费事' 这应该是 我记得啊 这歌是你以前喜欢的 我是因为你喜欢 才学这首歌的 这是怎么回事 玻璃华商的 十四年前 你因为我姐姐慢路 跟我大吵了一架 我晚上到她家去 她把我锁在屋里 姐夫 姐夫那天喝了好多好多酒 我一直喊 我一直叫 我一直 我一直求救 没人理我 你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其实我在梦里跟你说了很多遍 每次都是苦喜的 后来 我终于鼓足勇气 决定去找你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你是一个可以为了别人的不幸 放弃自己幸福的人 我不能欺负你吗 其实我那时候找过你 你姐姐告诉我 你回老家养病了 还把订婚戒指退给了我 跟我说你嫁给别人了 那时候我父亲生了病 我便死了心 后来就取了辞职 后来就取了辞职 如果那个时候我能不顾一切地去找你 就不会像今天这样 我已经做了决定了 没有什么是不可挽回的 你让我去解决 我会想办法 世君 我回不去了 满芝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就一次 你有儿女 我有儿子 我们对把他们养大呀 世君 速打哪儿去了 这是 顾满真小姐 一个老朋友 这是翠芝 我太太 满真小姐你好 你好 是吗 满真小姐借一步说话吧 有一次我收拾屋子 发现 世君藏了一个小纸盒 纸盒里面 全是写给你的信 如果你能早点出现 我应该 不会跟世君结婚 也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我应该是后来 好了 算什么啊 是你 看什么啊 你倒是你 就是你 还能搞瘫不出来 你 我当你 我就记得那天阳光很好 你蓬松的头发 很随意地披在肩上 你再认真地 看着地上的一片树叶 而我在认真地看着你 17年前 陶兰跟随改家的母亲 与继父一起生活 那么快钱能长这把飞了 因被诬陷偷钱 陶兰失手把继父的亲生女儿红红 推下桥致死 而被判刑入狱 服刑期间 陶兰因在狱中表现良好 被特许回家过年 当站在家门口时 陶兰想到家中继父 16年前的悲伤往事 又涌上心头 此刻他犹豫了 126 走快点 磨叽什么呢 报告就这样 说 这不是我家 你爸这不是前两年才搬来吗 你都监狱里16年了 我们长江区现在变可大了 真让你自个儿找啊 你还真没血 别愣了啊 赶紧进去吧 我妈不在了 这是她家 你不想见你父亲 难道不想看看你母亲的牌位吗 126 到 进去吧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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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吗 来人了 在 睡着了 大爷 过年好啊 过年好 你谁啊 你又不记得我了 我昨儿还来看您呢 我 片行小赵 记不记得 大爷 您看谁来了 谢谢 谢谢 他昨天也来看我了 是吧 是吧 大爷 屋外冷 咱们进屋聊吧 对 对 进屋 屋外聊 您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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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一时清醒 是糊涂的 就陪他聊会儿天吧 走吧 走吧 看 看 看晚会 你母亲临走前 希望你和你爸再见一面 明天这个时候 我再来接你 走吧 大爷 我给你买的饺子 就放桌上的啊 你们俩好好够个年 我们先走啦 走 饺子 吃饺子 你谁呀 你谁呀 不是偷懒 啊 萧萧 你这孩子 你刚出门上学 你就回来了 啊 这孩子真 上学去 去吧 不然老师又找家长 快去 听话 爸给你开门 去吧 早点回来 孩子这气性的叫大哟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不说好过我去逃来 怎么一提逃来你就发脾气 老伴 老伴 你心脏不好你知道吗 你一生气你心脏 受不了 陶兰这闺女 虽然不是咱俩亲生的 是你带过来的 但我跟你说实话 在我眼里 手心手背它都是肉 一样亲 撒谎 从来就没把我当成过亲生的 你如果对我一样亲 你就不必保护好我 如果对我一样亲 你就不会冤枉我 你不会冤枉我 他也不会死 人都死了 说这有什么用 兰兰威这事 她做了十六年牢 你说咱们得家 是 十六年 你一次都没去看过我 你恨我 对不对 我去看过呀 老伴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去看过兰兰的 可是每回走到监狱门口 我都没敢进去 真是没敢进去 我是怕孩子一看见我 又想起他杀人的往事来了 我想让孩子把过去全给忘了 我忘得了好吗 我告诉你 我 不是红红 不是妈妈 我是杀死红红的陶兰 你等等 你说什么 我说我是陶兰 你是陶兰 是陶兰 是陶兰 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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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兰回来了 老伴 这闺女回来了 陶兰 还有闺女 十六年你 受了不少苦 是不是 孩子就吃苦了 回来了 过年 对 回来过年来了 好 好 过年 你饿了 爸爸给你弄吃的 爸爸给你弄吃的 我 我 在这边 是陶兰 的 是陶兰 是陶兰 妈 为什么不能再等等我 我还有好多事没跟你说呢 你说你是陶兰 是陶兰 我是陶兰 是 我得想着陶兰回来 我有个什么事要跟他说 我怎么 东西 没有 什么事 我想起来了 还在这儿 在这儿呢 看见没有 在这儿呢 想起来了 你看我 我写了一份东西给你留着的 我怕我到时候 万一我哪天没了 人家给我换衣服的时候 还能发现他 我就挂身上来 你快念念写给你的 遗嘱 遗嘱 我的 本人特请派出所曾警官作为见证人 对本人所拥有的财产做出如下处理 所以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房产一处 该房产为本人 与陶兰母亲的共同财产 陶兰母亲在世的时候 我和他已经商量好 把这套房子留给陶兰 本人 本人在此明确 尚书以主 为个人 自愿做出 余正高 啊 念完了 我和你妈也是省吃俭用 我们就攒钱买了这套房子 我们就想着呀 孩子回来 得有地儿住 有房子就有家呀 你要是在 结婚 对 你红姑妹妹一定 特别想着你能结婚生孩子 把她没过的日子 一起给过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在监狱十六年 我每天都在后悔 对不起 我没想到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拿我的病 换成后悔 妈 这孩子怎么还哭了呢 这孩子 姑娘起来 老话说过年哭啊 一年都不痛快 不哭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事 我怎么就 我 我怎么想不起来 我还有一个事 还有一个事 想不起来了 还有什么 爸 该吃饭了 是这个事 对 吃饭 吃饭 对对对是 这这这 这这这 小子 这是妈妈的 这是爸爸的 这是红红的 这是我的 对 我就是这么想的 这一家人哪 团圆了 爸 过年好 过年好 好 吃饺子了 吃饺子了 吃饺子了啊 你谁呀 味道 哈哈 举ough 我们说了 洪jat 晴南 回来了 回来了 女出租车司机李敏 四年前不顾一切 寻找失踪的男友方文 她每天带着装有方文照片的相册 试图找到关于她下落的线索 这一天她像往常一样 拿着相册跟两个乘客 打听男友下落 却不料险些被绑架 事后惊魂未定的李敏发现 相册被绑匪拿走 慌乱中走进警局报案 却发现了这背后惊人的秘密 绑架体的人 其实是两名毒贩 现在一死一伤 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 这是什么 毒品 老来的 是从毒贩的钢盆里抠出来的 他们其中有一个人 我们追上他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毒品破裂 那另一个呢 另一个他带着我的相册走了 你们找了吗 问了 说是在路上丢了 这个人也够倒霉的 逃跑路上让车给撞了 我们在现场什么都没发现 他还说了 相册里全是一个男人的照片 这男人是谁啊 这是我的私事 私事 在我这儿没私事 你不说我们怎么帮你啊 我男朋友失踪了 我把他照片放在车里 给所有的人看 他失踪了四年 我找了他四年 他所有的照片 都在那个相册里 现在一场我都没有了 一场都没了 你还有什么想法呢 你男朋友 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方文 方文 行了 知道了 让他回去吧 签字 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没事 他是个毒贩 逃跑的时候跟你们车上了 方文 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是不是早就回来了 你 你躲着我呢 他是谁啊 你好 你来这儿干吗 不关你的事 这是警察局 你干吗呀 不关你的事 什么意思啊 不是 警察同志 这小姐可能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 大了皮我都知道你是什么样子 小姐 你真是认错人了 我不认识你 方文 我找了你四年 你跟他在一起 你为什么不早点发送啊 你跟他在一起 你还给我写那么多封信 你干什么 你说啊 你说啊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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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冷静点 你是不是让我现在就给你扣上 你到底是什么名字 马兵 什么证 这对 是 等待 行为即使 你怎么在一起 在犯罪现场 有没有看到一本笔记本 没有 是讲马兵 身份信息正常 好 那没什么事 就让他们回去吧 行 你们先去帮我公司修车就行 好嘞 谢谢 谢谢 用这操 你要干什么 用这操 你放开 放完你这操 放开 你放开 你放开 放开 他就是放完 他就是放完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他是男朋友的 你老婆 你不认识 听住他们 这个男的有问题 霍兰 霍兰 我没陪她意思 你就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好不好 我都能很牵起身上的味道 是和以前一样的 真的 我求你了 你告诉我吧 我不会死追着你的 我求你了 你可以不要我 你告诉我好不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求你了 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好啊 我释放文行了吧 但我现在不爱你了 我爱上别的女人子 你可以不缠缠我了吗 你你牵起了 你牵起了 我认错人了 我认错人了 不一会儿 你和以前你牵起了 我 centers在公圈 我说你了 都不够了 你了 你不够了 你了 就都不够了 其实 从他刚刚在警局院出名的时候 你就彻底光了 我们现在撞死了带货人还跑着舱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你快逃吧 我也逃了 警察很快查到了方文 帮有马命的身份 掌握了方文所有的犯罪证据 在他和上家见面时 被他进行转据 走 别动 站住 方文被捕的那一天 我收到了一包信 信里有一把保险柜的钥匙 我找到了保险箱 里面是方文四年来 贩毒症的所有权 就是他所有的钱 都在这儿了 能给他借信吗 能给他借信吗 齐磊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我不想骗你 他 够枪毙一百回 他 妈 第五十五封信我收到了 我收到了 你可以把那些信都烧了 然后忘了我 我忘不掉 四十三天 林明 我打算回去了 我可能没办法成为 你父母喜欢的那种人 我就是那么普普通通 我没有用 是不是你也觉得我没有用 二十二十一天 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了 我甚至能想到 我们未来开了超市的样子 林明 你会原谅我吗 四十三天 我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应该是你父母会喜欢的那种男孩了 我在新闻上看到昆明了 我一下就哭了 林明 你还在等我吗 七百零八天 林明 我告诉你 你真是 七百零八天 林明 我告诉你 我以为就要成真了 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最大的愿望 就是开一个超市 我没钱 我没钱 那个时候 我没办法帮你拾下愿望 四年前 有人找我帮他带货 毒品 我拒绝了 他骂我 说活该 你养不起你老婆 我打了他 其实 其实我中间回来看过你 我就 躲在角落里 我看见你 我看见你 在我们租的那个房子里 你伸着懒腰 你的出租车抛锚了 你一个人换着轮胎 样子真酷 你说你找了我四年 其实这四年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 甚至 想到了我们的小时候 甚至 想到了我们小时候 我刚到学校 我就喜欢上大了 他们班在我们班楼上 然后每次都找各种机会 一下课我就 跑到楼上去同楼看他 假装路过他的教室 可是他每次都趴在桌子上睡觉 死在那儿 我也看不清楚他的脸 我当时都心想 人学习肯定不好 其实我当时根本没有睡着 他来 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 后来 他给我寄了信 足足有一打 你去哪儿 刚到结束那天 我们都很沮丧 我们没见面 他花了五块钱 在游泳市里待了一整天 他爸爸问他 考不上大学将来怎么办 他说 我嫁给方文 他妈说 方文将来顶多是个开出租车的 说起来真可笑 现在 他成了出租车司机 而我 成了那个写信的 他 有一天我在他身边醒过来 我看见他哭了 那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哭 我就问他我睡觉怎么了 他沉默了好久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他在睡前忘了跟我说一句话 你离我爱你 你离我爱你 潜伏在军统天津站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唐 坚韧忠忠贞但不乏浪漫 组织上为他派来了女游击队长姚兰 结为夫妻 二人在共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建立了深厚感情 在天津即将迎来解放的紧要关口 一直怀疑姚兰身份的行动队队长方黎 深夜造访 面对即将暴露的致命威胁 姚李二人迎来了离别的浅夜 是 闯复命令 从现在起 只要李太太走出家门 立即拿下 是 你是共产党 你说是就是 身份 第二首长 如果装傻就能过关的话 你的那些同志们 就不用白死了 装傻的是方黎 他怀疑我是中共 找不到证据 就派人杀我 你撒谎 不信是吧 不信他乡 不行 你杀了方黎的人 你已经暴露了 装疯卖傻过不了关 怎么就不行 这不是你说的吗 演戏演戏 心里想着 你就觉得真的是在演戏 就觉得是真的了 你现在又紧张了 又不行了 姚兰同志 倒 这不是在过家家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不让你出去 不让你出去 你要是在家里 她也不敢造次 你不懂吗 门都不让出 有我这样窝囊的观太太吗 方黎怀疑你这么久了 为什么不动手 天津就快解放了 她等不及了 你倒好 还往枪口上撞 要不是你这么鲁莽 事情能到这一步吗 来 检查 随便挑 哪份 您看 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 我摊上你这么个 这么个野女人 不认识你之前 我一句脏话不会说 你看我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好了 别双气了 今儿你睡床上 我睡地板 你都睡一年地板了 换换 我不换 脑袋都快掉了 你还睡得着啊 这脑袋不还没掉呢吗 方黎不还没来呢 急什么呀 谁啊 我帮你 稍等啊 不急 方队长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李副站长 还是您命好啊 不用四处奔波 怎么 这么早就要休息了 这一没着火 二没死人 这大半夜的不睡觉 难道还去别人家串门啊 谁说没死人呢 李副站长没听说吗 今天死了三个 都是我行动队的 你说你怎么总是这么倒霉呀 是他们命不好 怨不得别人 不过很快 我就可以把潜伏在天津站的共产党给揪出来了 是吗 谁啊 李站长你真不知道是谁吗 李太太 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说这么多话口渴了吧 要不要喝杯茶 哎呀 方队长忙着呢 哪有那个时间啊 我听出来了 李副站长在下逐科令 没事就是因为今天死了人 我过来看看 你们俩没事我就放心了 行了 不打扰了 这天下太平的 能出什么事啊 鼠僧暴律起 西下峨眉峰 真巧 一年前 我抓了个教书先生 为了让他招供 我把他的牙一颗一颗全拔下来 最后肠子都被我掏出来了 他也一个字都没说 真宁 更巧的是 李太太 这个教书先生 跟您是同乡 还是一个村的 他家里 也挂了这么一幅字 也挂了这么一幅字 这个教书先生 您应该认识吧 一个村的 我都认识 我是村长啊 那这教书先生的事儿 李副站长应该知道吧 谁抓的人谁保密 干了半辈子的保密工作了 这点道理不知道 李站长说得是 好了 李太太 您家门口黑灯下火 路又不太好走 麻烦您送送我 我来送 来 尊卑有别 李副站长 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 再说明天 咱们不是就又见面了吗 好了 不打扰了 不送 二位早点休息 你今晚要出事儿 我暴露了 方黎要杀我是不是 明天我送你出城 去唐姑 那边有同志接应你 你把我送走了 你就暴露了 天天的情报怎么办 整个华北地区 你是最重要的一站 这一天你比我清楚吧 李唐同志 走 你看 ок 冲of 羊蓝 要干什么 Happiest bucket 我得派来人来杀我 我得跑 滚了 我必须把你靠在这儿 你在站长那儿 把我打开 才是清白的 你胡闹 给我打开 妖兰 妖兰 滚了 别怕 我娘说了 婚只结一回 男人只嫁一个 不管跟谁 要对人家好 我本来以为我会嫁给别人 真没想到最后是你 姚兰同志 我命令你 给我打开 从今以后 找个听你话的小媳妇 过你们的小日子 我这个李太太 就到了今天了 如果有下辈子 碰上了的话 就算我听不见 看不见 你就在我耳边智慧一声 我就能知道 我会跟你说 我一直等着你的 不说 我他妈不说 你要是赶走 我让你永远找不到我 要来 如果还有机会 真的当我爷们儿吧 要来 回来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 走到一起来 我们要努力分道 分道 就会有牺牲 但是 我们以为人命而死 我们死得其所 远黑风高啊 今天就是个杀人业 行动队死的三个人 都是您太太杀的 李副站长 你们夫妻一场 这事 还是您自己来吧 你是共产党 你说实就是 身份 第二首长 要是装傻 能过关的话 你的那些同志 就不会白死了 你身上的味儿 天津站早就闻到了 这站长太太送的香水 不过来 够呛鼻子的啊 为什么要开枪 你打死的 可是行动队方队长的人 你问他去 我就出门买个菜 他就派人瞄我 我不开枪 我不就死了吗 装傻 装傻的是方黎 她怀疑我是中共 找不到证据 你撒谎 不信 我信你开枪 我信你开枪 开枪 开枪 叶松 开枪 动队 颊原riad 无论是张爱玲也好 无论是谁也好 我觉得我都愿意去尝试 我哪怕演得不好 我可以再努力吗 怎么在三个 不同的哭泣当中 表现出来不同的 情感和层次 对我来说 其实也是考验 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因为我一来杭州 我的闺蜜会陪着我一块住 然后我早上起来之后 她就跟我说 她说你昨天晚上说 一直在说梦话 我说我说了什么 她说你一直在说 我是你爷们 就是刚刚剧里的 那一句台词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 你每次来的时候 都请假吧 尤其这几次都 这么高的好的作品 这么好的专说 特别的可惜 我真是也很不舍 特别感谢你 请你来 做事真的挺好的 今天演的很好 谢谢 这类演员 首先是让人比较尊敬吧 因为她是把自己的整个生命 全部都放住到这个角色里面去 其实每个人都帮到了我很多 我从每个合作的和没有合作的老师身上 我觉得都学到了东西 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执着 还有那种信念感 这都是我未来 多要学习的 马思纯 我就是演员 第四期被踩 结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